入冬之后 民众习惯进补来养养生子 土鸡大受欢迎 摊商就指出 价格普遍维持在高档 至少要等到农历春节之后才会回跌 摊商忙着剁鸡肉 手没有停过 土鸡需求量大增 年代价格维持高档 以传统市场的土鸡腿比较 南部美制约130到150元 北部180190元 比起夏天价格明显较高 南北差距一定有 因为一大堆 人也要钱 车子要钱 摊商指出每年冬至前后 是民众炖汤进补的高峰期 价格向来维持高峰 至少要到农历春节后 价格才可能回跌 根据养溪协会统计 去年八月底到九月底 每周入除量约120万到140万只 比起其他月份偏低 而土鸡饲养至少要十三周 因此供应量下跌 农委会也指出 受到去年起楼杆影响 经营近载限制 养季业者不愿意多养 比起去年同期 每周少了十万只 跟去年同期比起来 并没有很明显的上涨 但是也是属于高档 是没有错 但是目前的供应量 每周大概 我们可以供应 一百七十万到一百八十万只 那跟去年同期 确实是少了一点 农委会乐观预估 下周期供应量充裕 价格能回稳 至于农历春节 价格是否会上涨 农委会表示 目前市场时观望态度 会和土鸡业者协调 提高饲养量 流感疫情进入了流行期 预估农历年前后达到高峰 食药署统计发现 去年十月 公废流感疫苗开打 到去年底为止 已经接种将近五百八十八万剂 其中有一百一十八件 不良反应通报 包括了三十四件 出现疑似 恒文基溶解症 等严重的不良反应 以及两件死亡个案 食药署强调 这些不良事件 无法归因于 接种疫苗所造成 而医师也提醒 如果家族有人接种之后 出现不良反应 施打前应该主动告知医师 一针打下去 就能增加身体保护力 降低的流感机会 不过公费流感疫苗 从去年十月开打到去年底为止 已经接种近五百八十八万剂 有临床医师发现 有些民众打完流感疫苗后 会出现发烧 头晕 呕吐等不良反应 根据食药署统计 目前接获本季流感疫苗注射后 不良反应通报 总共有一百一十八件 其中有三十四件 是严重不良事件 包括疑似出现 恒文肌溶解症 颜面神经麻痹 急性无力肢体麻痹等 其中还包括两例死亡个案 消除强调过去统计也发现 平均每十万剂流感疫苗注射后 会出现两件不良通报 今年通报数与历年差不多 而且这些不良事件 人无法归因于接种疫苗所造成 疫苗本身并无安全疑虑 因此建议民众 接种疫苗之前先咨询医师 如果正在感冒 发烧等急性期患者 要等病情缓和后再接种 记者Lashmi 讲龙 想要谈报道 空污问题严重 教育部现行规定 AQI指标两百零一以上 达到紫色警报时 要改在室内上体育课 不过南投县决定 加延到AQI指标一百五十一以上 也就是红色警示 就要停止户外课 环保团体给予肯定 也要求中央 全国都要跟进 小朋友跟着老师的口令 坐着热身操 因为下雨天体育课改为室内课 教育部也规定 只要空气品质不良 达到标准 体育课也要改在室内 不过南投县现在要将标准提高 学校都表示支持 南投县针对高中以下学校提出学校体育运动 因应空气品质恶化作业要点 即日起 只要AQI指标超过一百五十一 红色警示等级以上 就要停止户外体育课 比教育部规定的AQI指标 达两百零一以上的紫色警报 还要严格 根据南投县环保局统计 南投市竹山镇和埔里镇 去年十到十二月 AQI达到鸿害等级 就有二十二天 对于南投县愿意加延标准 环保团体给予肯定 认为中央应该要跟进 不过南投县目前仅有三个 环保署策站 其他地区必须仰赖微型监测器 数据是否能当作依据 南投县教育处表示 微型监测器数值确实偏高 将进行修正 人会以环保署策站数值为主 不过环团认为 许多乡镇距离环保署策站太远 且非即时数值 建议让各校根据校内的监测数值 当作停止户外课的依据 才能真正反映当地的空气品质 记者秋之辈黄安群南投报道 上了年纪 膝关节退化 有不少的老人家会去买微鼓粒来吃 像是这种不用医师处方 可以自行去药局 由药师教您怎么用的指示用药 健保署决议 有三十一项的药品 健保都不给付了 一旦卫福部核定了健保署的提案 将会有超过十五万人受到影响 上了年纪的长辈 难免会有膝盖关节退化 或骨质疏松等问题 因此有不少老人家 都会吃微鼓粒来雇筋骨 但根据健保法的规定 健保并不给付在药师指示下 自行购买的指示用药 因此健保署近日决议 先取消给付微鼓粒等 含葡萄糖胺成分的三十一项药品 健保署应该是保大病不保小病 所以当时在健保法就有提到 就是指示要不给付 那但是在实施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到民众的就医用药习惯 所以就是在他的 全民健保压价基准有提到 就是逐步缩小给付范围 健保署表示健保开办至今 持续给付九百十八项指示药 包含泄药 软便药 消脏器药等肠胃的用药 以及感冒过敏性鼻炎 葡萄糖胺等肌肉骨骼用药 一年支出至少十七点一亿元 上个月底健保会提案取消给付 经评估认为含葡萄糖胺成分药品 对缓解退化性关节炎疼痛 疗效不明确 因此决定率先排除给付 葡萄糖胺这一类的成分有分 础酸盐它是药品剂 盐酸盐它是食品剂 一般在治疗的时候一天需要吃到一千五百 毫克 你吃六颗下去 再它就将近有四百毫克的钠含量 那长期这样子下去的话 对于一些高血压急患 它会造成它血压的一个控制不好 钥匙表示以健保价来看 维股粒胶囊一颗为五点九元 口服容易用粉剂一包为三十二点二元 未来取消给付后 以药品及国外原厂为股利来说 自费五百粒约四千五百元 台厂食品及五百粒约一千五百元 一旦卫福部核定健保署提案 将有十五万多人受到影响 健保一年则可省下一点四亿元 记者我有陈立峰特有报道